有了以上两个公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考虑一个股票远期合约 标的股票是不支付红利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收益的资产 合约的期限是三个月 假设标的股票的现在的价格是40元 大S等于40 无风险年利率R等于5% 问该远期合约的合理的交割价格应该是多少 这里面我们知道了它的现货价格40 知道它的期限 还知道无风险利率 那么带到我们的现货和远期的平价公式当中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它合理的 无套利的均衡的远期价格应该是40 按照R等于5% 三个月来求中值 也就是40乘以1 0.05乘以0.25年 最后我们会得到大约40元5角 那么40.5元是我们的均衡的无套利的价格 如果市场上有这样一份远期合约 说它的交割价格是40.2元 那么此时该远期合约是有价值的 该远期合约的价值是S减掉K的贴线 也就是40减掉40.2 用R等于5% 0.25年进行贴线 两者之差 大约等于0.3元 那为什么市场上的这份远期合约 交割价格会定在40.2元呢 是因为这份远期合约是我们之前定好的 按照之前的市场的行情 定在40.2元应该是一个无套利的均衡的价格 现在我们时间来到了今天 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变化 而交割价格是不会变的 所以此时远期合约会有价值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远期合约的合理的 均衡的无套利的价格 应该是40.5元 但是如果市场上该合约的交割价格是40.2元 那么说明此远期合约被低估 按照套利者的思想 它一定是在买入被低估的 卖出被高估的 所以按照此时的市场行情 它应该是买入远期合约 卖出股票 当然你的投资所得 可以进行无风险利率进行投资 具体可以看我们这张表 那么我们详细来说就是 在零时刻 我们应该买入远期合约 我们知道不论是进入远期合约的多头 还是空头 在期初是不需要任何花费的 同时我们还卖出股票得到40元 将卖出的收入所得40元 用以无风险利率进行投资 我们来分析我们 期初时候的这个组合的价值 卖出股票得到40元 我们又将这40元进行投资 同时我们进入远期合约的多头 也没有任何的花费 所以期初我们组合的价值为零 再来看一看大替时刻 我们的无风险投资 期末可以获得40.5元 我们会用其中的40.2元 来交割远期合约多头 也就是说你会花费40.2元 会取得一份标的资产股票 然后我们把这份标的资产股票 还回去 压平原来的卖空的现货投寸 这样我们现货的投寸平掉了 远期也交割了 投寸也没有了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盈余 也就是40.5减掉40.2元 大约等于0.3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组合在期初零时刻 价值为零 而在到期大替时刻 组合的价值大于零 那么这个大于零的0.3元 就是我们进行套利所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此时市场上有这样一份远期合约 其交割价格是40.8元 此时你又该如何构建你的套利策略呢 按照刚才的分析 合理的均衡的远期价格是40.5元 那么此时的市场的远期合约的价格是40.8元 说明远期被高估 那么套利者可以采取完全反向的操作方法 也就是借钱 买入被低估的股票 卖出被高估的远期合约 同样在期末也是可以获得无风险利润的 这里我们所说的买或者卖远期合约 其实就是指的进入远期合约的多头或者空头头寸 由于我们头寸的份额是可以无限增加的 所以我们的套利也可以被成倍的放大 当然市场价格会由于套利的存在 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回到均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设一份标的证券为一年期的贴线债券 也就是它是一个无收益的资产 还剩下期限为六个月的一个远期合约的多头 其交割价格是970美元 六个月的无风险年利率是4.17% 该债券的现货价格为960美元 问该远期合约多头的价值为多少 从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该资产的现货价格S是960 交割价格K是970 我们还知道我们的R 那么带入我们的远期合约多头价值的公式 也就是我们的小F会等于S减掉K的贴线 K应该按照4.17% 半年期也就是六个月的贴线 最后我们会得到小F等于10.02美元 我们会看到这份远期合约的多头价值为正 10.02 那当然对于这份远期合约的空头而言 它的价值就应该是负的10.02美元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为什么这份远期合约的多头会有一个正的价值呢 那么显然是由于我们的现货价格和我们的远期价格 偏离了均衡关系 如果我们假设此时的现货价格960合理的话 那么远期价格970到底是偏低了还是偏高了呢 显然从我们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 远期交割价格970定的过于偏低 偏低才会带来F大于0 那正是由于远期价格定的偏低 所以你通过买入远期 也就是远期合约的多头 你才能够带来一个正的价值 那么有人就会问 说为什么那你要把这个远期价格定在970呢 因为我们的远期合约是之前签订的 是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定在900期 是一个无套利的均衡的价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现在 债券的现货价格发生了改变 变成了960 而我们的交割价格已经不可能发生变化了 所以才会使得远期合约带来一个价值 如果此时的交割价格相对于它的理论价格偏低 那么就会使得F为正 如果此交割价格相对于它此时的理论价格偏高 那么就会使得F为负 这就是我们远期合约价值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远期价格的期限结构 远期价格的期限结构 它描述的是不同远期价格 也就是我们是不同期限的 都是远期价格 这些价格之间的关系 我们设F为在大T时刻交割的远期价格 大F星为大T星时刻交割的远期价格 R为大T时刻到期的无风险利率 R星为T星时刻到期的无风险利率 同时我们还会给出R尖 R尖是从大T到大T星时刻的无风险的远期利率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大F和大F星这两个远期价格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F和大F星都是远期价格 只是不同时间到期 一个是大T时刻到期 一个是大T星时刻到期 但是它们都应该跟S也就是我们的现货价格 具有一定的均衡关系 按照我们之前给出的现货和远期价格的评价关系 我们可以有 大F等于S按照无风险利率R 时间段大T减小T来求中值 同样道理 大F星等于S按照R星大T星减小T时间段求中值 这两个式子的表达式中有同一个变量S 我们把S约掉 就可以得到F和F星的表达式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G期利率R和R星来描述这两个远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远期利率R和G期利率R的关系 所以我们又可以得到用远期利率R来表达的大F和大F星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两个式子就给出来了不同到期日的两个远期价格 大F和大F星它们的关系 如果你已经知道的是G期利率 那么你可以用第一个式子 如果你已经知道的是远期利率 那么你可以用第二个式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某种不负红利的股票 那么它应该属于我们的无收益资产 这一类股票的六个月的远期价格是20元 目前市场上六个月至一年期的远期利率是8%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6乘12的远期利率为8% 6个月之后借款6个月的利率是8% 求该股票一年期的远期价格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6个月的远期价格 为了求一求12个月的远期价格 要利用我们刚才的远期价格的期限结构 那么它应该等于6个月的远期价格20 求中值 按照远期利率8% 半年期的中值 我们经过计算应该是20.82元 由于远期与期货的定价原理是相同的 所以刚才的这两个公式 其实在期货的套利中将更为常用 因为我们知道在同一个时间点 是有多份期货合约存在的 这些期货合约分别是不同到期时间的 那不同到期日的期货合约的价格 如果没有满足我们这个均衡条件 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套利 由于它们是不同到期日的期货合约之间的套利 所以我们通常将之称为跨期套利 那么以上我们就介绍了关于 我们的第一大类无收益资产的远期合约的定价 那么其中这里的我们的小F 也就是远期合约多头的价值 以及我们的大F 也就是关于远期价格 这两个公式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体会它的思想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